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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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說了 是山大祖園的天人合約 還是天人合約 散步的話都會散步走到天人合約那個地方 我覺得美玄湖是最美的 經過那裡的心都會靜下來 而且我是崇基人 所以對那裡都情有獨鍾 美玄湖附近的風景都是很漂亮的 那邊很深亢神移 你看看怎樣去說拍拖聖地 我都不是很認識的 我剛剛來這裡 可能如果你想要一個景更漂亮的 那就去天人合約 那裡有水、樹、椅草、風 那裡有一條情人路 然後就沒有 為什麼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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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a Library 外面的草地都可以的 是霹靈 我們中秋節都在那裡 一群朋友一起躺在那裡上月 都很放鬆 有 我有聽過在Shaw的同學 他那邊是動物園 昆蟲街 他有很多蛇蟲鼠藝 我聽過我的同學 他的腳被蟲 射了一旦 然後他要去急証室 新宿那裡 叫荷草貓 我不知道 這層 這麼難讀的 叫荷草貓 算 猴子是見到過的 但是猴子只在大學站那裡見到過 如果你說真的要超隱蔽的話 應該是 在U-Sea對面的巴士站 有一條路是走下去 U-Library 一條山路 然後那邊有一些小椅子 但我不知道那些小椅子是給誰 真的 你很奇怪 這一條路 然後山路裡面有一些石椅子 敬文 我都沒有去過敬文 有人說很漂亮 聽過我說 好像練燈過 我記得我那時候上莊的數房 在CCCAN裡面 跟著那個位置 其實它是寫著說緊急通道 所以很少人進去 但是那時候數房在裡面 所以就可以經常推進去 就是拼一下 小橋流水 可能比較紛爛一點 百花普樓 因為有拐鼓 冰局姑娘 孟明偉 他的那個二樓很恐怖 所以一般我都不會去坐那個電梯 因為傳說就是 它可能就會自己把你送到二樓這樣 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它就是會有一種恐怖的氣氛 而且電梯的話 你就會很怕它突然停下來 七樓 然後那裡有一個走廊 那個走廊 因為它晚上沒有燈 旁邊會有那種機械 就是嗡嗡作響的聲音 很嚇人 近來覺得最恐怖的就是 女公隔壁的男子 因為她晚上會關燈 但是原來我問了一個朋友 原來那些燈是人體感影 可能要代表中大 就是那個風火台那邊 還有八萬大道 八萬大道 八萬大道 可能是中門 應該是八萬大道那邊 我進來之前都聽過 是不可以走中門 進去圖書館的 因為就會肥老 辦不到葉的樣子 五毫萬圓 那邊背 我經常在那裡睡覺 睡不夠就躺在那裡 通常都是 那些 那些 Y.A.或者 我比較多睡覺 我應該都是 U.Live 或者是 Sports Ground 因為我本身都是讀Sports Math 大家有興趣的同學 都可以進來我們龍舟隊 我們很肯定的